为了推广国产优质文旦 农业部农粮署福岛蓝天农业合作社 以及花莲贺岗的青农们 与知名的炸鸡店业者来合作 从8月1号开始到9月9号这期间 民众可以到全台有375家的门市来预购文旦礼盒 希望大家一起用行动来支持花莲的在地幼农 再过不到两个月就是中秋节 农粮署为了推广国产优质文旦 辅导农业生产合作社贺岗青农与知名炸鸡店合作 民众想吃优质文旦从8月1号起到9月9号为止 找到全台375家门市就能预购文旦礼盒 今年的品质是都还不错 可是就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因为干旱 所以产量都有减少 大概有两三成 国产物旦在重面积高达3700公顷 年产量约六万五千公顿 其中花莲产区的文旦细致Q弹清爽酸甜 为了配合国人送礼需求 分为小分量的单立桩和十台金的礼合组 合作社羽炸鸡业者也发起每笔销售 提拨十元回馈金的活动 协助花莲再后重建 为了确保消费者买到安心的农产品 本次礼合均为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花莲贺钢产区文旦 拓展销售通路同时也要守护台湾农业永续发展 传爱花莲贺钢 记者王同山台中采访岛